你知道女排的姑娘们真的是不容易啊 其实是很辛苦 其实呢虽然训练很单调也很枯燥 当然也很辛苦 但是对我们专业的运动员来说 也是乐在其中 因为每天你都在跟自己挑战 在挑战的过程当中呢 收获其实是很大的 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奥运中国的参与者说 我们会陆续的邀请 同样的动作 发球 扣纱 扑救 内部对抗 体能训练 日复一日 周而复始 从八十年代 中国女排夺得五连冠的时期开始 刻苦训练 顽强拼搏的女排精神 不仅在女排队伍中传承至今 更成为很多中国人的一种特殊情节 而对于当今的中国女排来说 目前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 针对每个队员的个性和身体状况 主教练陈忠和 也分别制定了不同的训练方法 能不能 大声一点 能不能 还是那么小声 能不能 再大声一点 能不能 能不能 能 今年22岁的楚金灵 是中国女排近几年涌现出的一个 非常有潜力的主攻手 2003年就入选陈忠和带领的国家队 身高1米90 具有很强的跳发球和后排进攻能力 队友们都昵称她为大厨 但是过于内向的性格 却束缚了她的发展 主教练陈忠和 给楚金灵制定的训练计划中 有很大一部分的内容 就是要激发她的热情 培养她性格的张力 而这一天的训练 陈忠和的目的 就是激发楚金灵在场上的爆发力 大声 大声 再大声 这能给我大声一点 能 对 再大声一点 能 声音还不够 楚金灵的喊声 最终没有达到主教练陈忠和 想要的那种爆发力 这一天的训练就这样结束了 明天训练还会继续 只是不知道 又将是哪位女排队员 会接受主教练陈忠和 这样针对性的训练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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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队员的培养 有严厉 也有关爱 这天晚上 小队员薛明过生日 笑容 这是我们熟悉的 女排姑娘的笑容 在付出超长的体能消耗 承受了不寻常的心理压力之后 我们还是经常能看到 姑娘们放松开怀的笑 这是中国女排 在浙江北轮凤凰山游乐园 放松时的情景 紧张的备战之余 这样的放松机会 女排姑娘们都格外珍惜 此时的女排队员们 就像孩子似的 争先恐后的 和游乐园的小熊合影留念 碰碰车的场地 也成为了女排姑娘们 比拼驾驶技术的赛场 从楚金灵的表情来看 她还是有些担心 如果在训练场上 主教练陈中和不能迅速激发她的爆发力 或许过山车可以帮这个忙 女排姑娘们享受着水中的快乐 或许此时的她们更能体会到 激流涌进这句话在排球场上的含义 年贯队的第五代演出 年贯队给乐不配了 冠伝队15-9 15-9正在第四 五代 两个打超约 大了一个 苦三 是 一直是 刚刚完第一 Blood 打电话 独服指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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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 komtそ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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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队 还有机会 他把他送过来了 他把他帮助一个打一个快球 最后一球 好球 在决赏局的比赛当中 以15比12 上了俄罗斯队 获得了奥运会 一组台球比赛的冠军 回首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辉煌 面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 女排姑娘们承受的压力 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希望中国女排梦想成真 2008年再次夺冠 但是我们不希望中国女排 仅仅是为金牌而战 毕竟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 是增强体制意志和精神 并使之全面均衡发展的 一种生活哲学 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中国女排 我们可以祝福中国女排 但是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都会一如既往的热爱女排 确实杨阳 刚才看了这个短片以后才感觉